开始了吗? 开始了,早就开始了 我们今天终于有新成员了 我们这是首位嘉宾 Tina,我们那个AFI的高材生 让Tina自己介绍一下 我是就是AFI现在还没有毕业导演 就情况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是本来三年级 现在算三年级 然后之后正好在筹备 研究生,AFI只有研究生 我们在筹备最后一个片子 今天就过来宣传一下 因为上次看了这个小木人的节目 就觉得很感兴趣 今天团着他就感觉有点力量感 我们也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 一直就是我们两个一个油腻的 一个不油腻的大叔 今天终于来了 两油腻 一看我就比较多 其实我平时 我室友也会说 我看起来就像个中年人 因为我看的那些节目什么 就感觉像是也被看的节目 哦,你看的 你比较喜欢看那个油腻的节目 就我在YouTube上 不是,我没有看油腻的节目 就是他关心的那些东西 年龄稍大的 就像我们这种节目 对对对对 但今天也就正好可以一起聊了嘛 这个首先我们 我还感觉特别高兴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听就看我们节目的年龄段 什么,其实虽然有数据 但是不太 不一定准 那个后台都有的嘛 YouTube的后台都有的 但我 我就是挺开心 就是听到他会看我们节目 而且还喜欢这个小牧人 我 我家以前有好几个 就每次去一家都要买一个 今天捏着他 Tina那个中文名的 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 那就先 就用英文名 我在河山西用的都是英文 那其实我在 中国的时候 也都是 用英文名 叫那个小名 就人家会起很多绰号 很多 很多 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绰号 就比如说初中的时候 叫 叫那个 我忘了初中叫什么 但高中的时候会叫谢尔 然后大学的时候叫呱呱 然后现在叫Tina 就 那你离中年也不远了 初中叫什么都不记得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欢迎 欢迎Tina 欢迎Tina Tina 对 其实说实话 其实我们虽然有年龄摆在这 但其实我们现在还是蛮年轻的 嗯 做电影的一直都是年轻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他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人啊 在 年轻的时候 应该多跟年长的人 就来了交流 嗯 因为他 其实他有的是想法 但是缺乏的是经验 但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嗯 一定要多跟年轻人接触 对 我觉得他是 就是应该有个流动性 对对对对 不然你连手机都不会是 哈哈哈 有时候来请教一下 怎么开那个 对对对对 信息是从年轻人来来的 其实我有些时候 以后要请教别人 对对对 没有到这儿照顾为什么要持领 所以我说你你你你你快接近中年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还年轻的很 是蛮有意思的就是 我觉得就咱 一个是 上回我们聊过就是说 从电影聊 聊出去 然后又再聊回来 怎么来都行哈 反正就是我们都是 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拍片的时候认识 我们在去年 其实对 也是有一个缘分 然后那个 特别有才啊 那个画画画的特别好 当时我就 我当时为什么跟他聊天呢 我就我就在 在那看他 在那当场在画一些东西 因为我小孩喜欢画画 对所以我一看他画 在那画东西 我觉得画的真的挺好的 然后我就在那 就开始跟他聊了一些东西 对对对 还是蛮有参画的一个导演 那我觉得这样啊 每一个导演啊 就是 应该是说 都有自己关注的话题和领域 是吧 还有一些创作 自己创作的一些想法 对对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 有想法的导演 都是这样子的 那Tina你在这块 你觉得你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初衷 有没有一些 比较坚持的方向 或者什么东西 我现在 就是说我目前 因为我觉得就是 做每一个片子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就正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 不管是从国内 然后现在到美国外留学 它会有一个人生观的变化 然后包括从20出头 到大学毕业 再到读研究生来这边 要独立生活 也有一个状态的变化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就是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发现 有那么一种挣扎 就是一个中年人的 那么一种你需要成熟 你需要稳定 你需要把事情给我面面俱到 跟年轻人 特别是像年轻的导演 你什么都想做 你就不想管budget 你就不想管那个预算 你也不想管今天这个能不能申请到 明天这个演员 就是有这么一种矛盾的冲击在这个身上 然后我现在这个片子 其实也是一个以中年的女性为主角的这么个片子 就是一个年龄过度上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挣扎 心理上的变化 我觉得这种挣扎是不同的年龄层都会有的 只不过反映出来的具象是不一样的 就对于一个中年女性来说 她可能是我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但是这个生活可能比较乏味 我想追求 就是跟年轻人一起凑到一块去追求 可能那种对于激情的追求 又会别人说 是不是出轨了 会顾忌这种周遭的这个反应 所以你现在这个片子是在讨论一个中年女性 我这个片子的主角是中年女性 然后是以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就是她是一个情感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事吧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来讲 这个女性的定位 我觉得她处在了一个社会定位 她是在 这个女性她是一个在国内生存 还是在海外生存 那她在海外 她是一个在华人圈生存 而是在一个美国人圈的生存 我觉得她的考虑方式应该是都不一样的 因为我跟哈利 其实我们接触过几个真正的这种 就真的是在这边的一个 类似于你说的这个年龄段 不敢不好意思说是中年妇女 就是你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有成功的 也有这种 就是说也在摸索当中的 那我觉得她们的心理状态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描写的是哪个圈子 我这个角色 她可能还是偏抽象一点 她并不是像人家那种现实主义的电影 去刻画这么一个社会当中的这么一个女性 她更多的是位于一个关于 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 还是爱情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为这么一个主题服务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个女性呢 她其实她的样子看起来 就是没有说会担心 她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一个人 但是 而且她也是个非常会积极追求 自己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人 所以她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她现在四十岁左右吧 然后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也是到美国来留学 然后看到了这边很好的东西 可是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方式 通过自己的那个 受到的教育能够留在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她选择了嫁给一个白人 然后去获得更好的生活 获得一个身份 对 然后她是那个 她的社交范围是在白人的一个生活圈的 但你知道就是她在那么一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就是中 就是说华人在这边的生存状态也好 或者说就国际上面对于中国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好 可能她要在这边生存下去她必须要更多的偏向于白人那种文化和生存方式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理念的反差和这个文化的一个冲突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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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习惯和方面 对出这些东西 对然后它有个过渡 就是说到二十年后的现在 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中国不断发展起来 然后文化开始输出的时候 它就有这么一个转变 就是她到底是谁 我提一个问题啊 我这个问题不知道 可能会对你有一些 不知道我答不答得上来 不是答不答得上来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 对对你有一些 不太不太想听的东西 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 这个咱们咱们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 电影学院的华人的学生 甚至再具体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从大陆过来的 或者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我们这些同学们来到美国 在美国的电影学院学习 但是他在关注当他们在拍片子的时候 他在关注的点大约都还是 着重于自己 就是跟自己接近的这个人群 他我很少有人看到有人去拍一个故事 是说我这个故事没有没有文化 没有族裔 没有这种这种地域的区别 我这个故事是一个讲一个 讲一个人类共同概念的东西的一个故事 但那我自己本身也也写也写剧本 这个那我其实是一直在致力于写一个东西 虽然我们可以把它特定为某一个 比如说我推荐在写一个本子 是他发生在一个韩语人的身上 但是我在我再试图说我这个故事写完以后 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西语人身上 它也成立 或者放到其他族裔上也成立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些同学们不能 不能就更多的做一些突破 我觉得就是这个要从什么角度上来看 因为如果是从一个工业化的角度的话 一定是如果我有一个范本 然后这个范本这个故事很好 这整个情节角色都很好 然后如果我希望这个范本能够卖出去 比如说我一个韩国的故事 想卖给西班牙人拍 然后他能套用过去的话 那肯定是说我讲一个人类共同的故事会最好 但是如果说就是特别是作为年轻导演 然后他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一定是对于他来说 对他最有触动的事情 对他最有表达欲的事情 他最了解的东西 有熟悉的时候 那个是最能打动人的 因为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拍完商业的那些工作上面的片子了之后 还是会想说 其实我要拍到 就比如说你说罗马 就那个导演拍了很多关于情爱的东西 但是到最后他是拍到自己小时候生活开始回忆了 就都会有这个过程 所以可能就是对于年轻导演来说 那种热情是跟他的生活的细节有关系的 然后电影如果是为了诠释一种 就是不管说是造梦也好 或者说是诠释一让带你去介绍一种 我曾经生活过的一段回忆或者生活状态的话 那些细节肯定是亲身经历过 是最有说服力或者说最能打动人的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突破 需要突破这个事情是 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也是其实是可以带给大家思考 或者说让大家去启发一下 也许是另外一个方向 可能说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方向 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因为可能大家会害怕说 我万一讲一个跟我的文化背景 没有关系的东西的话 特别是美国这边非常讲究 就是specificity 就是说你的故事是要有非常具体的情节 和发生的动机的 那如果我对这个材料不了解的话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磨的话 那你看是不是其中有这么一个原因 我觉得可能是有 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发现有我们很多这个学电影的孩子们 我教孩子们不为过 就是实际上他在这个电影学院过程当中 他更多的 因为更多时间花在学业上 实际上他即使你说他在美国 实际上他跟美国的社会的接触面 并不是特别的广 所以他其实对美国整个的一个社会的概念 其实还没有那么深的了解 我觉得是对的 实际上是有这个东西 因为每个人都是个个体 我觉得如果是专门 比如说他的学科是研究社会的那个社会观察的话 他可能会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但是电影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事情 然后电影 特别是美国这边的叙事 他又是从主角的视角去讲一个 就通常来说 航火的话 他去主角视角讲一个信心叙事 所以其实他如果能把他单一的视角 讲完整的话 就是可以的 但是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就是说他如果不是讲中国人的故事 中国人发生在美国 他能不能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 讲这个中国人的故事 那个是不是你说的那种突破 或者是说我即使在讲中国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是站在一个我们这么讲嘛 全人类的角度 什么叫全人类 就是说我这个故事 让所有的人看完都觉得 这件事可能 其实是可以发生在我同样我的周围的 你有没有例子 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影 做到了你说的这些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 我只能拿自己的故事来说了 我最近最近有一个短片的这个剧本 也是投了一些电影节 最近也有一些进展 那我就不说具体不说这个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呢 是发生在一对矛盾体 一个是这个故事名字叫脸盲 脸盲 脸盲 就是你知道人变人 人脸 就是会有你知道 就认不出你面前的人是谁 那我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发现我在寻找他的矛盾体的时候呢 我在寻找到一个被整形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整形 所以你看被整容的人 所以我们整容本身是为了 为了什么呢 为了遮去我原来的面目 遮去我原来的面目 让我以一个新的面容来见人 那这件事反而对脸盲来说 就没有用了 因为脸盲不是靠脸去变人 他不是靠脸 他是靠气息啊 或者说这些 就是你的主角是一个 脸盲 认不太出人的脸盲的人 然后之后碰到一个整容的人 那个整容的人对他的 他的目的就失效了 简单来说就是说 那这个矛盾体是不是形成了 是啊 对 那如果我们在里边再加以说 如果说这个脸盲的人 自己被整容了 他连自己被整容的脸都认不出来的话 那他是不是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 有可能 对 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有可能发生在韩国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韩国的这个整形和科技比较发达 是吧 但是我讲的这个矛盾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发在 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族裔社会群体 都有可能发生的事 对 这是我讲的一个 你能理解我说的那个点 我能理解你说的 对对对 不过 对 我听你们俩都说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还是他说的 这个阶段的问题 他这个学生的这个 包括年龄和学生这个阶段的话 他做他自己最熟悉的 这个是非常正常 我估计可能你们的老师啊 教编导的老师 老师可能也会是去 让你们这样挖掘 你们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那不一定 就是因为 我知道不一定 但是会不会就说 如果是从一个比较深刻 比较那个 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现在 做的东西 我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一点问题 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 但是我讲的是说 我给你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能不能再拓展一下 就是说我们能 能从这个 自己熟悉的角度 然后再拓展一下 就是一个起发 就是可能 包括有 就刚才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你这个问题 你说不一定 是吧 那不一定的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同学 他是想做一些 并不一定是他最熟悉的 他想去尝试一些东西 我能继续说 可以 就是说我说的不一定是因为 因为我在学校 所以我就讲学校 就是有一些学校的项目 是说你拍你的故事 或者说你是这个主创 这个是你的故事 那可能有些导演会选择说 我要讲一个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的 但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导演 他会加入别人的故事 那他其实就已经参与到一个突破的一个创作里面了 他可以把自己的那些情绪的东西 投入在别人的那么一个 就是人种啊 或者是一个宇宙框架下 小宇宙框架下 但是就是讲到我前面能理解你说的是因为 我能理解那个概念和他想要传递的信息 但是当当这个一开始的这么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要进行实施的时候 他还是就这是一个骨架嘛 就你的骨架是想讲一个矛盾体 然后之后这个矛盾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骨架有过之后他就要有肉 要有皮肤 他皮肤要有颜色 然后才是电影嘛 对 所以就是怎么加皮肤的时候 还是要确定下 我会觉得还是要确定下来 到底是你发生在中国啊 那当然是有 但是我是现在说的就是侧重变的问题 侧重变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不去忽略 忽略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发生的故事背景 或者是他的那个人种背景 不是说一定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 不代表否认另外一个观点 对对对 就是那你说的是不是说 就是你所说的突破 你所说的突破 是不是说当我们在去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 不是从情节出发 不是说我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 我要做这个故事 而是从一个思维去出发 对 我这个是我想讲的东西 我觉得你 你可以说 就是说的 聊到我想说的东西 就是我们做我们做电影 不管是不管是像我做编剧也好 做导演也好 我们有一个初衷是传达信息 这是这是我们不管我们做电影的 还是说像上的 我们身后会聊到郭德纲这个说像上的 还是做任何东西 你只要是面对大众 你就是传播信息 对不对 那么我要传播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是我觉得是你要创作一个东西 最根最初的一个东西 最初的一个环节 而不是我现在要说一件事 然后我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围着这件事去营造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 不过我正好有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 你平时就刘老师平时思考的角度 就你能想到说 就是我作为创作者 需要传播这个信息 但很有意思的是 像比如说我们学校教的 他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工业体系下面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 你现在不要再想你想讲什么 你要想观众能听到什么东西 这个是就其实是冲击力挺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传播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我就是跟你讲 这是一个人在接受我的信息 但如果我放到电影院 那可能就是座位上100个人 接受我的信息 然后现在我们放在YouTube上面 可能你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会接受你的信息 那每个人怎么 每个人接受到的信息 其实也是不一样 所以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那个道理 就是我在提我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不是在否定这件事的另一面 你说的那个受众的观众的受众问题 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要考虑在这边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首先来讲吧 我是作为一个编剧角度出发 那他很多人讲编剧 编剧其实按说编剧是属于文学的一个范畴 其实是属于 因为我们知道有编剧文学 有这个剧本文学的这么一个类别 对不对 所以他创作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角度 他最开始的那个创作 是从一个概念出发的 而不是从一个事件出发的 他应该是这么出发的 那 那 这个时候当我们要把它 那剧本是一个文字的东西 当我们想把它转化为一个画面的东西 我们需要通过导演 通过演员 那这个时候就 我们的 我们在 比如说像我做一个编剧 我在着重讲这个编剧的创作理念的时候 不代表我去忽略导演的表现手法 和他考虑的观众受众程度 或者说我要考虑我这个东西给一百个人看 这些东西不代表我否定的 或者不代表我不去考虑它 就是如何把我的概念转换成能让大家接受的东西 也许我的概念 我不能这么说自己 但是有些人概念很深 这个东西概念拍出来可能是那种 烧脑电影 或者好多人说装叉 对吧 就是你拍出来人觉得你这是什么 所以这种电影又很 又很让人感觉到摸不着头脑 那我觉得我们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一个理念 比如说我做一个编剧 我的理念是说 我希望把一些比较深的道理 用最浅的方法 让所有人都看得懂 也许他没有领去 没有领会到你这么深的深层的概念 但是起码领略了你某一些方面的概念 或者想法 这个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非常能理解你 因为我这个短片 它也是从一个概念出发 它的这个概念就是 就是我在某一个阶段 开始不相信爱情这套东西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在聊爱 宗教也在聊爱 所以每一个故事都是导演自己心里的影子 对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我想传递的信息就是 我真的不相信爱可以就是 长久 不是说长久 就是英文是说 不是有句话叫 Love can conquer all吗 就是说你只要有爱 你就是 可以什么事情都 征服所有 对可以征服所有的事情 你只要两个人相爱 这都是非常正面的 就像每次他会来一个正面版本 对对对 就很多电影 包括美国电影啊 或者说爱情片都在歌颂爱情的美好 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爱情是 没有那么简单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 它的那个概念就是说 有这么两个人 他的确相爱 但是他有年龄的察觉 包括他可能有那个财富的察觉 然后包括他可能有现实面的这么一个 就是他们只是在某一个场景里面 比如说他们拍摄的时候 他们突然激情四射 但是可能等到他们拍摄结束之后 两个人并没有办法发生亲密关系 因为柴米油也那些事情 或者说你 就马上又会跳出来 就从一种幻想 一种非常 就是说你 就你脑子精神上的能够想象的 马上你会跳回到现实 就很容易 马上就会有被现实击中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击中的 那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概念触发的 一个全人 而且你这个概念 我觉得很多人都思考过 而且包括我本身也思考过 因为我们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爱这件事 本身它是属于灵魂的东西 还是纯粹生理上的东西 爱和情 我觉得情 很难讲 就爱这个词 它就很大了 对因为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我们先不讲这么大 我们就讲男女之间 这种爱情 是吧 那 其实这有一个根本性的讨论 它究竟是你脑子里化学成分的作用 还是一种 来自于灵魂的东西 如果咱单纯讲它是一个化学成分的作用 这件事就太可悲了 但是我觉得这就讲到人到底是对脑控制和肉 但是如果你讲灵魂的东西吧 这件事情又太玄幻了 太唯美了 所以这是现实 所以我们它永远是在两面平衡的一个东西 就是两面去 我觉得可能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可能你在讲述这件事情 这个这种挣扎 我觉得这个是 或者是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想法给你 对我的电影基本上都在讲挣扎 就是灵魂肉的挣扎 包括就是讲最通俗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想吃这个 你想喝这杯奶茶 但是呢 你又知道喝了这个奶茶会发胖 那这不就是灵魂肉的一个挣扎了吗 就矛盾吗 然后包括你说的那个就是现实 现实的一个什么 这么说吧 就是这么说吧 我们这么讲 如果我们现在今天描写一个爱情 那么这个 我们这么讲 最美的爱情发生在什么状况下 你觉得最美的爱情发生在什么 我认为最美的爱情发现在 发生在一个男孩看见一个女孩 他第一眼看上就喜欢上他 然后从此两个人再没有见过 就是邂逅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认识了这个女孩 你们之间会产生很多具体的事情 你会发现他身上的缺点 也许你磨合的过来 也许磨合不过来 也许你会把他形象拉到很低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一直存在你的回忆当中 那你会无限完美的去美化他 对 这就是最美的一个事情 你也相信就是爱情是一种幻想 对不对 我手机想我先出一下话 我刚才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是 爱情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但我们讨论的角度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讨论爱情是个什么东西 而是作为我们一个创作者来讲 我们从客观的角度 去如何在电影中呈现爱情这件事情 对 我们现在就回到你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 这个短片 就是我们从我们前面 我能理解你说的东西 我觉得从我们前面 不同的表达里面 也感觉出来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对爱情的那一个想法和概念 然后我做这个片子呢 其实就是讲 我觉得我看到的 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像刘老师前面说 他看就是他能想呈现出来 或者说他相信相信的那种爱情 是一种一见钟情 就是男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生 还有非常美好的印象的时候 就收住了 然后之后最后那些一地鸡毛 或者说那些现实层面的东西 都没有打进来 我先澄清一下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美好 但是我是觉得那些里面 加了很多比如说亲情 友情 眷恋 还有很多复杂的这种牵连在里面 它跟爱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先澄清一下 就要不然有时候观众会觉得 这个 是吧 不太高兴 我是很同意你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就是爱 爱情 就是一个 moment 就是说一个 一个短暂的一个瞬间 然后当两个人开始有那个关系 就是说relationship 亲密关系的时候 它会包含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他们要一起发生一些事情 要一起处理一些问题 里面会有矛盾和妥协 那可能每个人的身份和角色就不一样 但是爱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想体现出来就是说 它是一个华丽的梦境 甚至说 它会让你就是痴迷 或者说 像那个 非常有兴奋感的这么一种 一种体验 冲动和体验 对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片子它也是 我也想讲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马菲的感觉 其实实际上就是脑部的那个 对对对 就拿姜文老师那个 一部治疗里面的片子来讲 爱情不就是荷尔蒙的一分钟盖量吗 就这样 对所以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是 这个片子它也是呈现一种体验 就是说 这个荷尔蒙的激情发射出来了 然后出来了之后呢 它又被现实击碎了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 华丽的幻觉 的泡沫破碎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爱情的过程 我现在都会来整个总结一下 其实关于爱情 我们归根到底 这个话题太大了 这个话题太大 讲得完 但是归根到底 还是那句话 你是相信灵魂方面的 还是相信它是纯的化学作用 还是这么个区别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姜文的那个 一分钟的荷尔蒙荡药 它就是一种 纯的脑部化学法 但是享受爱情的过程 它一定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幻想 所以 就是说美好的编制在一起 我觉得其实最根本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还是在 其实不光是爱情了 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话题 也在讨论这个方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深入浅出 其实我们的 讨论的东西很深层的已经 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 是大家都理解的 对 这个是我们 一直今天可以算是 聊出来的一个东西吧 对 就是感觉大家 就是刘老师 或者说我创作到最后 都是在讲林和肉的事情 只不过可能刘老师现在做的是整容的矛盾体 然后我浅出的是讲两个人 或者说三个人之间的一个爱情的 对对对 其实 那那个那讲到就是 回来的话 我觉得就说你现在正在创作这个东西 然后你也遇到就说 可能就说你这个casting也是 就是就未必是那么容易找到你 对 就符合你的要求的 是太难找了 对对对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找 就洛杉矶太大了 然后之后也想知道 我身上的平台可以 可以去 因为美国这边 他们好莱坞的系统 像什么Sag啊 找不到那么多华人的电源 那你说一下你的要求嘛 你说先说一下 对对 说一下你具体这个人物 我现在主要找的两个就是需要讲中文 就可能普通话 可能粤语的角色 一个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 中文 国语或者粤语都可以 还是说 国语或者粤语都可以 我们先放下要求 就只要你会讲国语或者粤语 甚至说另外一种南方的方言的话 两个女兄嘛 没有一个男性一个女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一个 二十到二十五岁和一个四十岁 反过来比较好找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我们这个片子有很大的挑战性 因为感觉 没有 就华人的片子里面 比较少去拍摄 或者说展现这么样子的一种 就是年长的女性和年轻的男性的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就是如果有演员 特别是觉得 在自己那个年龄层面 四十几岁左右的女演员 想对这方面的故事感兴趣 或者说对于女性的欲望 或者说女性在这边的身份 因为前面讲到了她那个 怎么样在美国立足下来的 只要是对各方面觉得 对你有触动 或者说你对爱情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们 不一定非得是专业的 对 只要是感兴趣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扩大那个 对素人也可以 但是到时候我们就聊一聊看一下符不符合 然后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她是跟就是亲密关系有关系的 情爱 就是也是涉及到情爱的片子 所以我们里面会有那个摄影的一些 小法 戏 我们会有跟那个摄影 摄影有关的一些情节 所以可能到时候那个女演员的话 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 就可能会穿的比较少一点 换句话 就是戏里不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表现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接近于情欲的感觉 就是 就是画面表现出来 对我们会酌情拍摄 但是可能在现场 这位角色 他可能就只是穿了比较内衣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可能需要就是来报名的演员 就是能接受这种轻微的裸露 然后包括男演员也是 如果你对自己的那个外貌非常有自信 或者说对自己的身材非常有自信 你都可以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聊 就是角色符不符合 或者说 哈里哥就非常有自信 哈里哥可以帮我们做那个 对可以可以 对我现在就是 其实也是等于说 一个层面上的扩大这种 就大家知道你这个需求的一个形式嘛 对 就或许就有时候 你不去说的话 没有在一些 对而且我们在做这件事 就是他现在要做一个电影 我们看看从哪方面 我们能够 就各个方面我们能帮你 就是你需要我们帮你去传播 对需要的信息 或者哪方面需要帮助的 我们去传达一下 给大家不知道 也许是对 看大家谁能帮上 然后呢 就是在就 大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 就是说反馈 然后下一次 因为我们这次 毕竟聊的还有点烦 那下回如果你真的就说 还需要听到来再 就说聊 大家想听什么 对对 关于这个片子 也好多的其他方面的话 对 我们可以深入一点 具体一点 因为这一次的话 那个Tina过来 我们也 甚至没有说一个草稿 也没有搞的 也没有那个 甚至下次可以聊一聊 Tina拍过的片子 或者其他有年轻导演 拍过的片子 我们都可以聊一下 看一看感觉 是的 其实这一次的话 我就会在那个描述里面 会把那个Tina的联系方式 你有兴趣直接找他 然后我们有那个 就是招募演员的海报 大家有关于那个 具体的人物的一些信息 都可以看那个海报 大概发在那个 我们那个电影群里 对对对 到时候可以发展 对这个可以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今天非常感谢 我觉得就是 太有得了 对对 还没聊完 还可以继续再聊下去 希望是那个持续性 就能够引出一些话 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 就是 他真的 就你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 就抓不住一些东西 但是有这么一个 像组织或者基地一样的话 有时候聊着聊着 就聊出来了 有些东西 对对对 一定是得聊 对 我觉得就是 一定得做 是是是 线上线下 这个我们就一直 其实我们的抽中点是这个 就是说 大伙儿能去到一块 能够把一个东西 我们叫什么 电影 就是电影起步的地方 就是说 能把一个电影 从一个概念 最后把它实施到最后完成 即使是一个短片 其实短片对我们来说 难度更大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把它 能够最后实现 我们其实是想 做这个东西 好的 那行 好 谢谢Tina 感谢Tina 谢谢 哎呀 哎呀呀呀 这个下次还要用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 检查一下 那个有没有骨折吧 这是一个 检查的预告 下次要打石膏 这坠落 下次打个石膏上了 拜拜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谢谢大家